内政部人员还有行政院消保处进到运售屋销售中心 针对全台24件运售屋进行联合击查 就揪出8件红单不合格 看看红单上竟然明定民众先缴定金 还一定要在约定日期前补足差额 签订正式合约 如果超过期限就放弃权利 定金也不退还 全台具有8处建案 包括桃园两处新竹台中各一处 台南两处 高雄两处都违规 签了这个预约单之后 如果你不按时来 我定金全部没收 就像刚刚所讲的 十万块钱我就把你没收 这是很多消费者不可想象的 我只是带契约书回去看个几天 不买了定金十万块就没了 哪有那么好赚的 另外这回也查到宇宙屋的展示中心 可以看到位在南京东路 上面的这间接待中心就被查到 灭火器还有消防设备不符合规定 这回也首次针对样品屋 跟接待中心来查验 发现竟然有不少都没有设置逃生设备 不合格就有四件 消保处喊话一定会要求改善 我发现一个预售比一个预售屋的样品屋 或者是它销售中心越来越夸张 那尤其它是比较简易的 很多都是木材建筑 所以这部分其实消费者安全也是很重要 预售屋查核 加上接待中心业者若不合规定 没有改善就会依法开罚 三零四五地照着阿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